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的盲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博爱网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盲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亦都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都是怀着一个 悲痛的心情讲这一节 其实是什么事呢? 就是塞尔维亚的首都贝尔格莱德 其实一家小学 就有这个棒棒的大案 一名学生就是 拉低了他的老师 然后向其余的学生和保安人员 请他们识年子 造成八名学生和一名保安 是离开人世 其余六名学生和一名老师受伤 这位涉嫌做这件事件的人是13岁 他就事发 四天 这个塞尔维亚的教育部长 其实都算是有担当 老齐 原来昨天就 宣布辞职 宣布辞职 当然了 这个也是塞尔维亚历史上 第一宗 在校园的特大事件 他更加说 校园这些大案发生 都是网络 和电子游戏 还有西方价值观 所引发 其实塞尔维亚 的平民 对于棒棒的支持率 有39% 在欧洲最高 他们国家 上一次大规模的棒棒案 就在 2013年 没想过 在 前个星期就连续两天发生两起 3号那宗 当然在校园 4号那宗 就在首都 发生街头的 狂 请人吃年纸 两宗案件加上 有17人已经离开人世 首宗的校园大事故 其实 这位动手的人 其实他就是拿着他老爸的棒棒 在学校那里乱用 乱用 警方的调查也发现 他作案时还带着 原来他 是有个名单的 其实也挺可怕的 哇 对呀 这一宗轰动 亦是轰动了整个巴尔干半岛 赛伊维亚的教育部长 第一时间 批评 这个是 网络游戏 还有电子 游戏 还有西方价值所造成的 这个负面影响 他亦说 为其三天的全国哀悼之后 作为对公职人员的一个从不怠慢和有责任感的人 到时他自己都是家长 那便请辞 他亦是 首位 因为这宗大案而请辞的官员 但是民众 路火还未平息 当国宣布 要取缔这个棒棒 号召所有当地人 在6月8日之前 将非法棒棒和廉址 全部上轿 你觉得会这么乖呢? 我觉得很难 不会 很难的 我也觉得不会 要收紧 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慢慢和他们说 我们经常说 萝卜与大棒 要多给萝卜才肯交换 其实很难的 因为 你交出来 因为他肯定立法 肯定越来越紧 所以他觉得 将来可能没得用 不如不要交 他们当局就说 如果6月8日之前 交了上来 当局就既往不够 希望可以这样去控制 这个棒棒的数量 我觉得很困难 很困难 因为之后他们知道肯定会收紧 所以肯定就不交 当然塞尔维亚总统也是 很沉痛 在国家发生这么大件事 其实早两天塞尔维亚总统更搞笑 这个没有契期 他就在一个 扎野查尔地区进行视察工作 公开露面 因为之前有人就说他 健康状况国化 甚至说他癌症很快就走了 这很好笑 他就说如果他的身体状况 真的出严重问题 会通过这个总统办公室 发出正式消息 现在 想埋葬他的时候 还是过早 他就说 的确我不再青春了 但是 亦都不需要明天帮我拜山 拜我的山 是数目 这个好笑 唉 当然之前也有媒体就说他 进了医院的这个消息其实就是社交媒体 大家对他的健康状况担心 其实他在巴尔冠来说 巴尔冠半岛是最大的国家 但没契期就说有关他健康状况 恶化的消息是不实报道 他自己身体状况良好 当日亦都按照计划去塞尔维亚的扎椰茶以地区考察 并且发表讲话 他就说自己很好 当然 亦都说对于他的健康状况 人家觉得是不是有事 他说有事不会隐瞒 一定会说出来的 的确自己不年轻 不过 都是可以 去试择这些地方 就说自己 不可能 好像以前年轻时打篮球 其实这个人很高的 因为狗几 但是 亦不是明天你就要帮个数目 意思是未使得 之前就说他健康很有问题 更加说送到贝尔格雷德某间医院 根本没契期 打破这个传言之后 去当地的种植园 家私厂 养酒厂 亦是参观的 他亦在旅游胜地 索高抗泉发表讲话 塞尔维亚将会提供更多旅游的代用券 他们都挺豪华 在演讲当中他亦重申 很简单的立场就是中立 军事中立 所以之前说他差不多乖 是不是很恨他人 散播出来的谣言 因为个个都说他亲俄分子亲中分子 但是谣言就很快不公自破 当然 他 现在还在整理这件事情 我都相信 他应该比美国好一点 美国 拜登又说要把这个棒棒的控制 其实是很困难的 没有 一任的美国总统 尤其是 共和党肯定是跟那些棒棒协会有好关系 但是民主党的就算你 执政时候 都很难 都很难 当然这个计划 有些人会交的 但是 你的有因有什么呢 有因有钱 国家安全 对 但是那些有爸爸的人 你说会不会好理国家安全呢 他觉得安全的操控权 要在自己手 没错 这个对 这个对 不可以被国家拿回 当然 塞尔维亚 人家觉得他亲和更加是 觉得他亲中 因为之前 就有一个纪录片 是探讨一带一路的 对塞尔维亚和其他巴尔干国家的影响 从巴尔干的 同抗到黑山共和国的 高速公路 这几年中国在 欧洲的巴尔干国家 亦都有推一带一路 当然 之前他们 联邦中国买战机都说不可以买 一早就订了 其实那个地区 亦都被认为中国 挺进欧洲的门 这些巴尔干地区 最重要就是 塞尔维亚 其实是他们和中国关系挺好的 这是现实 这是现实 当然 有些人就说 什么都做不到 为什么这么久都没得 有没有这么快呢 请问 朝早中暑夜晚解版 这个黑山共和国 你记得 台湾地区叫他什么 蒙特内哥罗 真的差得太远 蒙特内哥罗 亦都被称为神秘的角度 因为我们之前说过蒙特内哥罗 和黑山共和国差 这么远都可以翻译到 英文就是蒙特内哥罗 更加多地方 就算连他们的试管 都是自称黑山共和国 这个都挺好笑 看回整个巴尔干地区 其实很多国家都是想加入欧盟 但是 是有阻滞 哪有这么容易 尤其是塞尔维亚 因为他们和 科索旭 科索旭当然是塞尔维亚的一个自治省 但是西方就叫他 不要启极 不要想太多了 时代过了 放走科索旭 哇 你讨压难说 是啊 可不可以这么说 放手 放开所有 当然是不可以 我就是觉得 做人就没有双重标准 其实这件事 很少西梅布 这个是塞尔维亚的 我们都要看他官方的英文才有 而且 他当然要控制伯伯 因为两天两单是很厉害 48小时内两单 除了这宗学校之外 刚才我们说的另外一单又在贝尔格莱德 贝尔格莱德附近的小镇 你真是以为他会拍戏 因为他在小镇 是开车 之后猛热的 这么狂 是的 这个人21岁 在贝尔格莱德以南 大约50公里 无拉代洛瓦池镇 在附近开车 随机乱吹 你21岁这个产物一定会捉住你 玩得游戏多 如果你是年长的男性 就比较难说 比较难屈 当然了 现在不是屈他 玩得游戏多 所以这样搞 玩得游戏多 其实 现在这个哥 仍在找他 这个棒棒文化 其实塞尔维亚和其他巴尔国人地区 很普遍 因为他们经过了 你知道当时 蓝斯拉夫解体时 很多 棒棒流入灰色市场 他们的人均勇棒棒的数量 也是欧洲 排列 都挺前茅的 可以看到 民众在庆祝活动当中 对着这个天空 是 放棒棒的 他们就说 这是对战士 崇拜的一个民族认同感 这样 这样我就觉得不好认同 这样 而专家一再警告 好像塞尔维亚 这个 这么高分裂的国家 因为还有 其他的 霍索屋地区的人 其实 这么泛滥 会带来高风险 在这些地区 被 定罪的 战争犯 过去 就被过分美化 那就大件事了 当然更加有很多人 还是逍遥法外 是啊 所以这些国家 都是要小心 哈哈哈 地方挺美的 但是 美极你也要保命的 是不是 好 今次节目时间 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拜拜 再见